針對306這一題來做練習 你可以看到這一題的題目 總共有幾個地方 其實它總共有三個工作表 不過 實際上會用到的好像只有最後這個 筆數 與金額統計 這個題目應該是預期放款 幾天 有幾筆 總金額多少 他希望針對這個畫一個圖表 因為如果你看這個數字的話 其實也蠻清楚的 但是說真的 這樣看好像還要再看哪個 放款的比數最多 好像最多的應該是這個8筆 然後呢 他預期放款 大概天數都不多 總金額大概這樣 可是如果畫個圖應該會更清楚 所以這一題的話 實際上就是希望什麼 他說想要針對93年到98年 然後客戶 放款預期 預期就是他沒有繼續在繳錢 進行分析 然後想要知道說 這個要看 當然你看數字很難看出端倪 所以呢他希望畫個圖表 那這個圖表希望畫成 枝條圖 枝條圖應該是根據 他的金額 那折線圖的話呢 是根據他的那個 幾筆資料 OK 所以兩個組合起來 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所以第一個的話他說什麼呢 根據比數金額統計 然後畫出一個什麼呢 工作表式 圖表 然後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A的話呢 圖表類型為組合 組合圖 然後呢 放款比數的話呢 是含有這套的折線圖 OK 然後呢 這個 總金額的話呢 是群組直條圖 然後呢 他改名 更改名稱叫做圖表分析 然後用樣式8 OK 這個A的話應該跟剛剛蠻像的 首先一樣優標放裡面 然後我們先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 這個地方的話 他是要組合圖啦 所以你其實可以找一個 如果你不知道哪個組合圖 你就可以點這個建議圖表 然後呢 找到 這個地方一個組合圖 最下面這個 他是希望說呢 哪一個 這個地方的話 比數 比數是用 含有資料的折線圖 比數 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哪一個 放款的比數 比數是 還有這個 然後呢 加總金額是直條圖 所以呢 再來的話呢 加總比數的話 直條圖就這一個 OK 群組直條圖 對他好像 跟正一下 他這個地方應該要把它選起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還是要先把它做選取 如果沒有選取的話 他好像會 沒辦法抓到正確的範圍 選的話 因為這個 資料是在A3 到C10 所以我們先把它選起來 然後 找到 這邊的話有個組合圖 OK 那組合圖的話 就點最下方這一個 然後放款的話呢 然後我們是 比數部分的話是 含有資料標記 折線圖 這邊的話呢 就是他的 群組直條圖 但是你說 老師為什麼他這邊 變一點一點的 跟各位講一下 他這邊有一個叫做 主要坐標軸 那主要坐標軸 如果兩個 資料相差太多 因為他的比數 其實 各位數字 可是金額是 到幾百萬 差太多 所以變成說最好是兩個軸 那他這個題目好像有提到 放款比數要是 負坐標軸 所以這個負坐標軸 可以打勾 我剛剛漏勾了 所以如果你把它負坐標軸勾起來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比數的話是用這個軸 這個叫負坐標軸 那金額的話是這邊 所以你會發現 相差還蠻多的 這個是0到9 有沒有 這邊是最多是 450萬 OK好 再按確定之後 那我們就產生了 我們要的一個 一個圖出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他要我們把它設計裡面呢 找到他的樣式是樣式8 所以樣式8點一下 這樣就把它做一個 這個樣式的變更 那接下來的話呢 還要把名稱改一下 叫做圖表分析 所以圖表分析的話呢 上方 你可以看到他沒有圖表標題 所以如果沒有圖表標題的話 你要怎麼讓他增壓圖表題 這邊記得喔 旁邊不是個加號對不對 那如果沒有圖表標題的話 你是可以點加號之後的話 旁邊是會有一個叫圖表標題的一個選項 你把它打勾 圖表就出來了 然後這邊的話 他是希望說呢 把這個改成叫什麼 叫圖表分析 所以 這個圖表標題 這兩個字 把它改成叫分析 OK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已經把這邊的 對他這邊有提到 關鍵字就是 對應到負坐標軸 這個是放款比數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圖表分析 他說要把它 放在一個新的工作表 所以 剛剛產生這個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 它這邊有一個移動圖表 把它移動到一個新的圖表 那名稱的話呢 它好像有提到 就叫做什麼 新工作表 圖表分析 那我剛剛好像 錯了 應該不是 圖表標題 應該是移動到 新的工作表 所以這邊的話呢 取消一下 這個應該 不對 應該不是這個 更正一下 這個的話應該 就不是圖表表 直接按滑水右鍵 其實是移動圖表 把名稱改到一個 新的圖表 那名稱的話就是圖表分析 這樣應該才是正確的 放到這邊來 請各位先試試看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完成第306的第一題 再的話就是說 那個 做這個底下調整 也就兼具 本來它的直條圖 兼具很寬 它把它改成 兼具30 所以呢接下來的話是 直接在這個 直條圖上 點一下 然後再點右鍵 找到那個一樣 我的習慣就是什麼 按右鍵之後找到格式設定 資料 數列格式 那它的寬度就是兼具 本來是219 改成30 Enter 那你會發現 改30之後 有沒有發現 它的那個 柱狀直條圖的兼具就變很小 那看起來好像 比較 OK一點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調整它的顏色 它預設是 橙色啦 可是它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就是用什麼填滿 填滿的樣式就是深色 水平線 然後前景為淺藍色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就填滿 那填滿怎麼填滿 其實還記得吧 填滿就是油漆桶 填滿的話就從這邊 它要的是 填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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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話就要水平的 我記得好像是這個 就是 水平的 我記得 不過版本好像有差異 我看到其他 它應該是 應該是這一個 這個選項 但是 之前的版本好像 顏色 它的名稱不太一樣 這邊叫橫條紋深色 我看看它題目要 橫條紋深色 它叫什麼 深色水平線 好像名稱有改過 我記得位置差不多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來的話前景顏色是什麼 它要是淺藍色 淺藍色這個 點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 根據它的題目這邊有一個 前景OK 再來外框線1.5pt 然後深藍色 所以接下來的話就把它改成什麼 因為這邊是填滿 把它收折 然後框線的話呢 它顏色要是 深藍色 所以先找到色彩 然後深藍色 1.5pt 1.5 Enter就可以了 1.5pt 那這個框線就是1.5pt 然後再來的話呢 在 直條圖上面增加資料標籤 均顯示在終點外側 標籤怎麼顯示 有印象嗎 這邊有個加號 這邊就有個資料標籤 資料標籤當然你會發現 你游標停在這個上面 這邊有個箭頭 它這邊有個叫 中點外側 所以你點一下中點外側 OK 有沒有 它就放在這邊 OK 當然其他啦 什麼中點內側就放裡面了 這個我想你們有興趣 自己再試試看 這個是 上面增加的就是它的數字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顯示 圖力 在圖表的下方 所謂的圖力就是這個東西 要在下方 圖力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圖力 一樣是加號這裡 圖力的地方呢 把它改成下方 原來在 右方 改成下方 OK 那就會 更改它的圖力位置 然後並且把藍位按鈕 把它改成全部隱藏 藍位 什麼叫藍位 有沒有發現這邊是不是有這個 這個東西叫藍位 按鈕 那如果這個都不要出現的話 怎麼讓它不出現 很簡單 記得 找到上方有一個叫什麼 一樣是 這邊有個藍位按鈕 應該猜得出來 全部不要 不要出現的話叫什麼 全部隱藏 全部都不見了 如果你要讓它出現的話就把全部隱藏打過取消 預設是 都會出現 如果你假設不要讓它出現 那就是找到什麼 叫做藍位按鈕全部隱藏 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功能應該都找得到 就是說你可能要花一點時間熟悉它 最後的話顯示圖表表 圖表要第16粗體藍色 然後要微軟增淚底 這也蠻簡單的,我們常做練習 所以圖表要第打勾 上面的字改成叫做預期放款統計圖 我剛剛已經把它先打好了 把它直接貼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呢,優標記得點一下框框 優標點框框,再去設定 因為這樣的話,比較不會設定不到需要設定的 然後它的字型要是微軟中正黑體 名稱是不是也不一樣 然後16粗體,所以16已經是粗體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什麼 什麼顏色? 就是藍色 所以最後把這個紅色改成 藍色應該是這個吧 OK,按一下 這樣的話,16 OK 這樣的話,理論上應該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都是做一些瑣碎的動作 但是應該也不難找 最後的話一樣,把這一題 把它另存心感 存成EXA 應該是306 這樣這一題就完成了 306 把畫面還給各位